新北市消防局地势救灾救护大队 在119消防节的前夕举办了消防宣导的活动 设计了许多的闯关游戏 让许多的小朋友在游戏当中学习各种防灾的知识 也建立了正确的观念 而今年是逢农历春节的到来 特别结合了地方的里长还有驱工所 一同办理春节辉豪活动 让现场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1月19日是消防节 为了宣导防灾观念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15号上午在马公公园广场举办 119消防节致庆既创意防灾 有感宣导开放参观活动 设计了各式闯关游戏 包括地震避难 热水器使用 紧急抢救等等 透过湖泊的互动方式 除了能够加深民众的正确防灾观念 也让小朋友可以浅显易懂地了解防灾的重要性 我们不管在防火防灾 还有爆竹烟火的防治 水域安全的宣导 我们都有做推广 而且可以让来参与的里民 带着家人好友一起来做体验 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防灾的重要性 由于适逢农历春节到来 这次还特别结合地方里长及区公所 办理防灾教育活动 同时五峰里里办公室 也邀请书法大师现场进行会豪表演 免费让民众索取春联 喜气洋洋的气氛相当热闹 我们每一年都会办写春联活动 然后我们今年是刚好是一月份春节 所以我们就碰到我们的119活动 那我们消防局也一起来跟我们来一起办庆祝我们119活动 还有再庆祝我们的春节的活动 那我们春节就是写春联 然后乡亲都会来这边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春节到了也要注意防火 还有用水用电的安全 虽然天气很嗖嗖 但现场的消防人员及副宣队队员各个精神抖擞 仔细认真的为民众解说 而活动中还邀请了大风国小和唱团 带来好听的歌曲 让现场充满温暖 而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也再次的提醒 年节期间燃放爆竹烟火 以及用火用电都要注意安全 才能够平安过好年 记者杨宝友赵方奇 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采访报道